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俄国知名的美女 出身俄罗斯的网球女神沙拉波娃 目前常居美国 她发文表态反对战争 支持乌克兰 而这一位曾经是克里米亚 全球最美检察长 目前在俄罗斯的国际人道协力局 担任副局长角色的纳塔利亚 先前则是跟俄罗斯的军队 一起到了乌克兰南部的城市 这样的举动在IG发文 结果引发了乌克兰富商的不满 其实第一观点 长期关注世界遗产 今天我们要继续关心 在乌克兰大家都知道 有着非常著名的世界遗产 比如说基辅 就有着千年历史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如今是不是有遭到战火的波及呢 还有就是普京上班的地方 克里姆林宫 同样也是在富力弹簧当中 带着战争的伤痕 我们今天要深入这些故事 我一开始我们聚焦的就是普京 他到底是天才型的领导者 或者是独裁者呢 先看分析报道 直升机战车大举入侵 让人错愕的一场恶武战争 就这样开打 普京甚至突然宣布 俄罗斯核武的赫阻部队 进入警戒战备状态 像这样的战斗手法 相当符合普京雷厉风行的形式风格 专家认为出兵绝对不是普京 一时心血来潮 生长在苏联时代的普京 认为乌克兰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尤其过去乌克兰总统相对亲俄 但随着立场逐渐改变 普京开始为乌俄大战 埋下布局 但真正让普京下定决心的 是他任内北约四次扩张 范围甚至涵盖了俄罗斯临近的波兰 还有波洛地海三小国 甚至乌克兰也不断要求加入北约 更是大财普京的底线 普京因此吃了衬托铁了心 下令俄军就此进攻乌克兰 专家认为普京出兵的时间点看似意外 但其实一切早就在他的规划当中 在普京的进攻蓝图里 就是利用欧洲能源大幅仰赖俄罗斯 趁着国际油价高涨之际 只要紧掐住欧洲的这项弱点 研判欧洲国家会因为担心能源危机再度上演 不愿为乌克兰冒这个险 只是没想到试图恢复俄罗斯往日荣光的这场仗 比想象中还难打 即使没有一举打下乌克兰 普京坚持开出强硬的停火条件 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 持续对基辅展开轰炸 普京显然杀红了眼 专家分析认为可能是他情报人员的背景 导致对人的不信任 身边的政治外交到军事团队 都只能对他为命是从 也因此跟现实开始脱节 形成一一孤行的做法 他考虑在一个编程中的编程中 我们看到这些组织的 剧场上的一层一层一层 和所有的室内的室内 和所有的室内的室内 和其他人的室内 很明显然是很明确 他不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层一层 他的考虑是在那里 但他们只是不同 他们是在其他方面 活在大泡泡裡的普清 大手一揮掀起戰爭風暴 只是風雨停歇之後 國際對他的信任感消失殆盡 就像普清最暗用的這張大桌子一樣 能利用距離感進行壓制 來達成談判目的 同時也讓國際與他越拉越遠 終究只能成為在冰冷寶座上的孤獨王者 一般人對於普清的印象 總是不外乎說 他是獨裁者或者現代沙皇等等 不過對於俄羅斯人來說 他可是經過選舉而上台的 同時也是帶領俄羅斯 走過蘇聯解體之後衰敗命運的領導人 好 我們今天提關點 就要從包括了人物的剖析 還有世界遺產的故事 來看烏惡情仇 同時也要告訴您 普清是如何從基層的KGB幹員 一路坐到現在如同現代沙皇寶座的位置 來介紹兩位專家 第一位介紹的是政大惡言所教授 趙竹成博士 趙老師您好 李竹成好 各位觀眾好 再來介紹的是知名世界遺產導遊 馬基康瑪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馬上先來看一下 普清的基本資料 他是在1952年10月份的時候出生的 生在哪裡呢 列寧格勒 也就是現在的聖彼得堡 但是他出生的時候 家境相當的貧寒 因為他的母親是在這個工廠裡工作 父親則是蘇聯的海軍 但是當時聽說這個社區融車雜暑 那他怕有大個子要欺負他 所以他情戀柔道 聽說這個功夫了得 但是他在大學的時候 加入了特務組織也就是KGB 鼎鼎有名的KGB 他是基層幹員做起的 但是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大家都說普清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人 不過先前BBC有一個紀錄片 做了普清 他訪問了他周遭的友人 結果有朋友說他 No...他沒有野心 他對政治沒有野心 對事業也沒有野心 怎麼朋友對他的認知 跟一般大眾看他有這麼大的落差 普京曾經說過一句話非常有名的 在西方的政治界 那就是說他曾經說過 蘇聯瓦解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 最大的一個地緣政治災難 所以這句話可能會讓很多的 西方的那個政治家 特別像是美國 大概不會喜歡這句話 因為蘇聯瓦解造成的 就是一個另外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但是如果真的要看普丁的話 事實上必須回到他 當初接手的俄國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一個俄國 特別是在92年獨立之後 到2000的這段時間 9293年開始私有化的時候 那個時候全國的財產被七個寡頭 就給刮走了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的 銀行的存款利率是300% 300%就可以想像當時的通貨膨脹 事實上到底是有多嚴重 那個經濟情況很糟 然後到了94年第一次車程戰爭 打了兩年之後 好不容易定下來才一兩年 然後98年國際金融就是危機就來了 然後99年 然後又來了一次第二次車程戰爭 所以事實上普京接手 是一個殘破的國家 那個時候國家沒有尊嚴 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行 所以以這個情況上來看的話 他不是要所謂的 恢復所謂以往的蘇聯 而是只是要讓他的國家 就是回到一個正常的一個軌道上 而且以客觀條件來說 俄國的去年的整個國家的GDP 大概就相當於中國大陸廣東省 那你說他怎麼可能再去 把其他的國家找回來說 我再養你們 那個在現實上是做不到的 我想他自己應該也非常清楚這件事情 是 好 不過這次的烏克戰爭 其實看起來普京到目前為止 他的態度還是相當的強悍的 我們來看一下3月10號 他曾經召開了一個跨部門會議 當時他還是極力的抨擊西方世界國家 是把錯通通歸咎給俄國 我們來聽聽普京當時是怎麼說的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俄羅斯能源被英美禁止出口 總統普京召開跨部門視訊會議 高分被抨擊 國對上說法當然很多人還是不能夠接受 畢竟俄羅斯還是挑起戰爭的一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普京 他不怕世界各國給他的經濟制裁 而且我們都知道戰爭很可能會導致什麼結果 蘆布扁 外資逃走 那為什麼他會乾冒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還是要出兵烏克蘭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數字 老師剛剛講到了人均GDP對不對 俄羅斯其實並不高對不對 在全世界排名是64 但我們要特別看的是外匯存體 高達6300億美元以上 而且排名世界第四 那麼這個世界第四 僅次於中國 日本 還有瑞士 還有一個就是你看主要的出口產品 包括了原油 世界第三 出口天然氣 世界第一 小麥 世界第一出口國 還有軍武 也是世界第二的一個出口國 好 是不是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所以讓他有恃無恐呢 另外就是俄國境內包括了人民跟媒體 到底怎麼樣看待這場戰爭 因為在俄國人的心裡面和感情上面 事實上很大部分還是認為就是 烏克蘭人跟是自己的兄弟 是姐妹 尤其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彼此同婚 那個情況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他們只不過是因為92年就是獨立之後 一條線把他隔變成兩國人而已 對他們來說心理上 不會有那麼大的一個隔閡 你真的要說隔閡的話 老實說就是西部那些人 但是對烏東很多人來說 基本上那個差別沒有那麼大 至於說後續經濟制裁會對他的那個 經濟活動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如果說普京這次軍事行動 已經準備了八年的話 老實說後面的一些的後果 應該都已經想清楚了 比如說他的蘆布貶值或是豬之類的 比如說外匯純理跟黃金儲備 在外國可能就會被凍結 所以天下雜誌的報導也是評估 就是說普京其實就是 如同老師剛剛講的 準備了八年之久 不過說到普京 很多人就會去講說 他對付政敵的一個方法 是不是有特務守法等等的 好 而且一定會談到一個新聞事件 那就是當年他們是如何對付 這個俄國反對派的領袖 叫做納爾瓦尼 那麼媒體形容的非常戲劇性 就是說他是被下毒 而且怎麼下毒法呢 是在內褲上面塗了毒藥 而且只要你一流汗的話就會中毒 真是如此嗎 我們先看這則報導 What item of clothing was the emphasis on? The most risky piece of clothing Which one is that? Underpants 公主如何下毒 他是俄國聯邦安全局特工 庫德里亞夫謝夫 不過他以為是在向上司 回報下手細節 事實上他的通話對象 就是毒殺受害者本人 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爾瓦尼 精力被下毒死裡逃生 納爾瓦尼扮演起偵探柯南要揪出真凶 然而這一切還有媒體調查機構的幫忙 時間回到案發當天 8月20號納爾瓦尼在返回莫斯科的班機上感到劇痛不適 他當下就察覺不對勁 CNN記者查閱上百驗的通年和航班記錄 匯整出FSB毒殺小組的跟蹤行程 而這份精密文件是由調查性新聞網站Bellingcat取得 可做調查發現FSB毒殺小組成立於2017年 時間點恰好在納爾瓦尼宣布參選總統後的幾天 由俄國話舞專家馬克沙科夫領軍 還有幾位專業醫師被招募 三年內持續跟蹤納爾瓦尼 時機來臨 今年8月中納爾瓦尼與團隊成員飛往西伯利亞 資料顯示至少五名FSB特務也在這天 搭乘不同航班飛往相同地點 在納爾瓦尼下他的飯店 頻繁出現這群人的手機訊號 納爾瓦尼返回莫斯科當天 起床約三個小時後獨信發作 這時他的團隊成員立刻帶著專業人員衝進飯店 將他使用過的物品 飲用水等全部帶走 而與此同時FSB特工與總部的對話開始頻繁 因為事情發展不如他們想得順利 毒殺事件後在各界壓力下 俄國官方終於點頭讓納爾瓦尼飛往德國治療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批飯店物證也一起上了飛機 事後德國實驗室證實物證上採集到大量的諾維巧克 CNN記者團隊持續追查 發現毒殺小組成員就住在莫斯科近郊 但這名成員一看到鏡頭就關上大門 毒殺小組扶上台面 在CNN揭露調查報道後納爾瓦尼決定自己當起偵探 正在德國機密地點禁仰的他開始拍攝一系列調查影片 按照名單打電話用激將法掏出特務的話 沒想到還真的成功 假扮FSB高階官員成功取得特務信任 長達45分鐘的通話內容 將下讀過程全盤拖出 面對一切爆料 俄國官方仍然全盤否認 而大難不死的納爾瓦尼 在康復後打算重振旗鼓 就算冒著生命危險 也要回到故鄉俄國 一連串抽絲剝繭 毒殺真相仍是各說各話 俄國反對派與總統普京的諜報戰 仍然是充滿謎團 好 這個新聞其實在當年 真的鬧得滿城風雨 影片當中普京我們也看到他說了 他說我沒有指使 如果我要做的話 老師會怎麼笑得這麼 就是說如果我要做的話 絕對做得乾淨俐落 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可是專業訓練的是不是 照耀壽這麼看這件事 照耀壽你也笑得太快了 不是 如果真的是 KGB這種俗神去做的話 真的做這件事那個人應該早就被槍斃了 因為之前這種事情都做了 還露出馬腳 對 還被人家抓到 這件事情老實說真的不要太當真了 第一個 納尼在所有每次的 歷次的民意調查中間 就是政治人物 如果要選總統 巴拉巴拉的 然後就說你對他的支持度 或是認同度就調查 他只有1% 永遠都1% 你說1%怎麼可能是一個反對派的 反對派的主要領袖 我是普丁我根本也不會對他怎麼樣 因為他根本沒有任何 任何 任何威脅 那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罵普丁而已 就說普丁貪污 這個國家哪裡不好 諸如此類的 我還是想要稍微聊一下 也許 那個Navichok就是神經毒的那個東西 他在蘇聯的時候 工廠跟實驗室是在烏茲別克 結果後來就是烏茲別克獨立之後 他根本沒有辦法經營跟管理那個實驗室 所以就請了美國人幫他幫忙 幫他處理 美國人是把那個實驗室跟那個 包括那個 Farmy Nauichok的那個科學家 全部帶到美國去 就在馬里蘭州 所以那個東西 不光是俄羅斯知道 就那個配方 那個美國人也知道 美國人也知道的話 那英國人也會知道 那個真的不是什麼秘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普京上班的地方 那就是克里姆林宮 那麼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紅茶 俄羅斯很有名的紅茶 每一年都會舉辦大閱兵對不對 包括5月9號 其實這個時間也快到了 它是他們的衛國戰爭紀念日 那麼紀念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二戰勝利 還有11月7號他們的 十月革命紀念日 紀念什麼呢 蘇聯成立 都會在紅場舉行大閱兵 但是裡頭最吸睛的建築 其實莫過於那個洋蔥頭對不對 好漂亮 就是聖巴西爾大教堂 很多人誤以為說那就是克里姆林宮 但其實整個克里姆林宮是一個建築群 其中就包括了這個聖巴西爾大教堂 那麼同時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一個 紅場的建築等等的 1990年的時候列為世界遺產 請問一下馬老師有哪些看點 其實就像凱文剛剛提到 克里姆林宮它不是單一建築 它其實是一個我們講說俄羅斯 從第二沙皇時期一直到蘇聯時期 甚至到現在俄羅斯 基本上也都是權力中心的一個所在 所以來到莫斯科 大家一定會造訪的就是克里姆林宮 克里姆林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城市當中的堡壘 內城的一個概念 因為它其實緊鄰莫斯科河旁邊 這邊其實有渡口 那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防衛地區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呈現一個建築群 其實有很多看點 包括這些建築 像剛剛凱文剛剛提到的 這個教堂的這個洋蔥頭 事實上它也都是從東正教 從軍事 當時軍事坦丁堡 伊斯坦堡那個地方 學習而來 不過最有重要的看點 當然有一口鐘 還有包括一門砲 這個其實也都是巨大 真的我們看到俄羅斯連 今天俄羅斯這個國家 基本上疆域非常的廣大 在這個地方 他也看到這個鐘跟砲非常巨大 這個鐘其實是在1733年的時候 當時是第二沙皇安娜女皇 當時召集了200個能工巧匠 用這種所謂的銅跟錫 為主要的這種合金 可是裡面又加了一些 金跟銀的成分 雖然很巨大 可是據說一敲就裂了 它可能那種所謂的比例 橙色沒有抓好 更重要後來發生一起火災 火災其實造成這個 我們知道這一口鐘在噴水的時候 一不小心很垃圾 就掉了一塊 可是這一口鐘總共有200公噸 光掉下來 因為冷熱差距 熱上冷縮 掉下來這一塊 各位現在看到那口鐘 是有個缺口的 就高達11.5公噸 所以你發現這一口鐘 整個的厚度也非常厚 整個造型也是非常巨大 可是據說它是從未被敲響的鐘 因為一敲其實就產生這樣的裂痕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 當年18世紀 當時第二沙皇時期的 這個造鐘的一個工藝 還是陳列在克里姆里宮 這個地方讓大家參觀 另外一門砲 這一門砲也是什麼 全世界最大的滑膛砲 我們現在坦克使用的 都是這種滑膛砲 以前的砲 其實它是用那種鐵球 然後直接攻打對方的城堡 所以口徑越大 當然它殺傷力其實也越高 可是這一口砲 據說也是從未被點燃的 一砲未發 因為一樣重看不重用 因為光砲聲就40公噸 然後整個原砲座有80公噸 光要拖動 各位知道戰場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移動要迅速 然後移防要快速 可是因為實在是重看不重用 所以這門砲真的 人家砲要追求彈無虛發 可是它真的是虛有其表 不過在這個地方 也把它做一個呈現 剛剛提到俄羅斯 它是戰鬥民族 所以他們對於以往 不管在這個戰爭當中 所為國捐躯的這些無名烈士 也是非常的尊敬 所以在紅場附近 有一個亞歷山大花園 也是在城外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 無名烈士墓 這邊其實最大的一個看點 除了看到他們的歷史 這邊有一把火 在1967年點燃到現在 為了追思這些 為國犧牲捐躯的這些革命烈士們 它是永遠沒有熄滅 也象徵 你看俄羅斯這一個國家 斯拉夫民族 其實從過往的歲月當中 一路走來的 這樣子一個艱辛過程 不過我們都講 那個洋蔥頭 但是其實它是有意義對不對 包括這個色彩繽紛 每一種顏色 好像也有它代表不同的意義 是 那個就教會來說 那個是屋頂做成那個樣子 就是仿照那個燭光 就蠟燭點燃出來的燭光 很像我們這樣畫蠟燭那樣 就是紅色跟綠色 是 那金色的話 大概就是聖父聖子聖靈裡面 那個聖靈 然後綠色的話代表是生命 然後藍色的話代表的是瑪莉亞 因為動正教裡面 非常崇拜瑪莉亞 這段節目我們講的都是俄羅斯 稍後回來我們就要來看看烏克蘭 尤其要關注什麼呢 烏克蘭其實有世界遺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最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憂心忡忡 為什麼呢 因為很怕世界遺產遭到戰火的波及了 而且特別我們看了新聞報導是說 他們要去調一些衛星圖像 希望能夠好好的來關注 烏克蘭的世界遺產 有哪些呢 我們馬上回來 烏爾勤仇前一段節目 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 那麼這段節目就來關注烏克蘭 當然我們都知道 有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人 因為戰爭的關係被迫要逃離家園 不過去有一群人 他們選擇回到烏克蘭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則報導 聽聽烏克蘭人戰火下的心聲 全身包緊緊坐上火車 俄乌戰爭爆發第16天 這群烏克蘭人決定踏上返鄉旅途 保夾衛國 我們必須強勁 我們有好的軍隊 我相信我們的民族 烏克蘭人 暫時忘卻戰爭煩惱 有的則透露自己會加入支援軍行列 是希望能和家人有相見機會 另外一位在首都基輔也有不少烏克蘭人展開緊急訓練 自願成為國土防衛軍議員 團結力量大 這群烏克蘭人決定拿起武器保衛心愛家園 展現出小蝦米也能對抗大鯨魚的堅定決心 我們來整理一下烏俄的情仇檢史 其實就是蘇聯解體之後 我們都知道烏克蘭就獨立了 先前我們前一段節目已經談到了克里尼亞的問題 另外就是烏東也就是烏國東部 有一些俄羅斯裔的居民 他們組成了反叛軍 然後主張要獨立 然後後來俄國是選擇支援這些反叛軍的 所以烏俄之間就開始有點緊張的關係 但是2014年我們看到戰爭死傷已經超過有1萬多人 但是2019年的時候 幾幾乎乎達成協議 那為什麼在2022年的時候又爆發戰爭 烏克蘭反俄情緒有多深呢 趙教授 今天的問題事實上不是俄羅斯族群的問題 而是在當地90%以俄語為母語的烏克蘭人 和他的基辅政府中間對於很多的文化 政治 經濟上的議題 事實上產生很大的分歧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有人會把它分成叫做那個 那個親歐派或是那個親俄派 把它給直接給拉開 這種情況是這個國家裡面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嚴格說起來那個反俄情緒事實上不是一個普遍的普遍現象 當你到那個剛才說的利沃夫這樣子的城市 它是一個非常 它從18世紀以後就是一個天主教的城市 它是奧匈帝國的領土 跟頓內茨克這邊從17 18世紀之後 就是莫斯科俄羅斯的那個領地 它是截然不同的一個 一種社會文化的歷史記憶的這樣子一個傳承的一個地方 所以出現這種的反俄或是親俄 然後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對它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嚴重的一個撕裂的一個內在因素 不同立場 不溝通不對話這件事情 的確是烏俄戰爭很重要的啟示 不過不管怎麼樣戰爭無情子彈也是不長眼的 五百姓的生命財產會受到威脅之外 還有我們剛剛也提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他們是非常憂心忡忡的就是烏克蘭的世界遺產 其實烏克蘭整體來講有七處世界遺產 那麼其中包括了基辅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還有洞窟修道院 他們現在聯合國已經在講說 我要特別關注這兩個地方 而且也希望之後能夠列為優先保護的對象 但是第一個被列入的其實就是聖索菲亞大教堂 對不對 馬老師來告訴我們它的重要性 其實以索菲亞教堂命名的教堂在世界著名的 其實各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在哪裡 在伊斯坦堡的君士坦地 大帝所興建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它其實代表就是基督教當時分裂 分成東西兩個教會 所以當時君士坦經堡也是今天伊斯坦堡 其實東正教的一個所謂牧首住宅地 好 那當然到後期1453年 東羅馬帝國被俄圖曼土耳其帝國滅亡之後 取而代之莫斯科還有包括當時的俄羅斯 就希望第二沙皇就希望取代這樣的地位 基本上這個地方也都是信奉東正教的地區 那索菲亞聖索菲亞其實剛剛提到 除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也非常著名 它是西元五世紀就已經興建 那當然對當時的這個教堂 尤其東正教教堂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揭示作用 所以當這個第二沙皇承接了這樣一個 所謂的在宗教上面的地位的時候 當然他們也會想在 這個當時也是屬於第二沙皇 這個基輔大公國的這個首都叫基輔 來蓋一個聖索菲亞大教堂 那這個聖索菲亞大教堂 也就是目前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烏克蘭的這一個部分 它總共有13個窮地 那同樣的你可以看到在中國的哈爾濱 還有一所 還有一個聖索菲亞大教堂 這其實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東北有很多俄羅斯族人 那同樣的他們把自己的宗教 帶來到中國東北這個地方 同樣在哈爾濱 興建了一個聖索菲亞教堂 索菲亞的意思其實 它就是神聖 智慧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世界三個著名的教堂 尤其在烏克蘭首都叫基輔 那這個地方 它從11世紀的時候開始興建 總共有13個窮地 那其實很多的建築型態 概念 都是模仿自當時的軍事坦丁堡 聖索菲亞教堂 因為它希望當時把這個地方 打造成新的軍事坦丁堡 來做這樣的一個承接 那其實當時是由什麼 亞羅斯拉夫這樣子一個 大公家族來興建 所以這個地方最著名的 除了它的外觀 還有建築本身 因為它是深綠色的 這個淺綠色的這樣的窮地 非常的漂亮 那更重要裡面還有包括 東正教有的叫做鑲嵌化 馬賽克香天化 還有獅壁化 這其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寶貝 那據說裡面中央 還有一個所謂的聖母的 一個馬賽克拼天的畫 然後這個畫其實也是鎮館之寶 因為據說只要這個畫 保存在這個城市 就會永垂不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的重點是在這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避開的景點 則是洞窟修道院 真的有洞窟嗎 對 其實它是一個洞窟 可是入口的地方 它是蓋成一個教堂的立面 還有包括一個鐘樓 那走進去你會發現 它其實也是在 11世紀的時候所興建 這個地方洞窟裡面 其實包括墓地 教堂 其實都有 那也是跟剛剛我們提到 聖索菲亞教堂一樣 同時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那以前大部分都是 隱修苦行的這些所謂的僧侶 就是東正教的這些修士們 在這個地方來進行 那現在當然也是開放 同樣可以來做 這樣子一個參觀 但是它對於歷史傳承 據說有格外不同的意義 是嗎 趙教授 因為這個修道院裡面的修士 在十一 十二世界 編了一本編連體的歷史書 叫做古編連記 現在我們關於俄國史 烏克蘭史 就是這種歷史所有的起源 原則上通通是依靠這本書 來去做書寫 了解 它包括告訴你說 東斯拉夫人是在哪裡 包括基輔是什麼時候建的 誰建的 然後後續的一些 基輔時代的早期歷史 都在他這本書裡面 特別重要的就是 裡面記載的就是988年 就是為什麼基輔會接受 拜占庭的那個東正教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的重要性在這個地方 後來所有的歷史書 原則上都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寫 就是歷史的論述也從這邊開始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講到世界遺產的時候 另外還要再講一個 就是俄烏戰爭一開塔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在關注的 就是核電廠的問題 尤其是車諾比對不對 那車諾比核電廠我們都知道 去年其實它是災變35週年 那在當時其實烏克蘭政府就有想說 我也要把這個車諾比核電廠要升移 有關這點是馬老師也跟我們說明一下 對 其實像車諾比 它是在1986年的時候震驚全世界 因為目前放眼全世界 還沒有一個國家曾經遭受過 像車諾比同樣的一個 核災的一個變化 當然世界遺產不單單是以往的東西 其實重要的是在 每一個不同歷史朝代當中 能夠我們講的不管事件也好 不管這些建築也好 能夠給人類文明發展過程當中 有一些啟發跟啟示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到像雪莉哥劇院 雖然是新的 可是它也是被列為世界遺產 同樣的雖然是1986年才發生的 車諾比核災 可是它對於人類 包括人員政策 甚至核災 災變之後 對於整個環境的破壞 它起了一個非常重要啟示作用 所以烏克蘭其實也正式提出 希望能夠以這樣子一個項目 來加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單當中 其實就算不加入世界文化遺產 現在其實在開戰之前 其實就有很多的觀光團 會來到這個地方參觀 因為有些人特別喜歡這種廢墟旅行 來看看就是同樣的 我們剛剛提到 可以給自己什麼樣的啟示 或是給國家的政策 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這個其實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好的 也可以給大家很多不同的 一個方向角度去思考 講到廢墟旅行 馬上又想到廣島對不對 你也曾經介紹過 好 講到烏惡情愁 這段歷史的話 怎麼也會跟羅宋湯扯上關係 這段故事馬上回來繼續聊 好 請別走開 講到烏惡情愁不止 兵戎相見 居然還有舌尖之爭嗎 雙方先前蒸的是羅宋湯 到底是誰的傳統文化料理 我們先看報導 新鮮的番茄 高麗菜 紅蘿蔔 加入甜菜根 番茄 洋蔥熬煮 一口牛肉 一口菜 酸中帶甜是羅宋湯最大特色 有句話說羅宋湯是每個俄羅斯媽媽 都會做的家常料理 但她的身世之謎 可能很多人都搞錯了 雖然俄羅斯好幾次向全世界宣告 羅宋湯是屬於他們的招牌菜 但南韓作家南元祥 在最新出版的這本書籍當中 卻推翻出其實羅宋湯的起源 是來自於烏克蘭 即便俄羅斯外交部 曾在推特公開喊話 說羅宋湯是俄羅斯傳統料理的象徵 但當時就受到不少烏克蘭網友抨擊 說搶走克里尼亞半島就算了 連羅宋湯都要搶 更指責俄羅斯每次都想偷走 跟烏克蘭有關的一切 烏爾戰爭還沒打 這場羅宋湯大戰 早就是一片槍林彈雨 起源自烏克蘭農民美食 但由俄羅斯發揚光大 食物盛世的背後是種族認同的抗爭 其實它都是從原本是一個殖民地 平民吃的一個庶民小吃 然後經過統治者的統治之後 反而成為他們餐桌上面的一些珍貴的食物 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之後 烏爾兩國之間的文化之戰從沒停歇 現在這股煙硝味隨著開戰衝突越來越濃 在釐清到底是俄羅斯的 或者是烏克蘭的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個中文名字羅宋湯 好特別 為什麼姓羅跟宋 其實羅宋湯 常常讓大家誤會 是姓羅的跟姓宋的人 兩個合起來發言 其實不是 它就是一個異音的一個差異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叫做俄羅斯 羅西亞這個國家我們叫俄羅斯 可是日本把它叫俄羅西亞 翻成中文就是我們叫俄羅西亞 以前我們講說俄羅斯人也來到 這個東方實力洋場上海這個地方 上海人講的話 講俄羅西亞這個地方 它就變成羅宋羅宋 因為香帶著香音來講 這樣子一個名稱的關係 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所謂的羅宋湯 可是羅宋湯 我們現在吃到的很多都加番茄 可是事實上你吃到正統 道地的羅宋湯 基本上沒有加番茄 為什麼 因為當地其實產最多 叫甜菜 其實最重要的一味叫甜菜 可是在台灣是喝到很多 羅宋湯裡面是沒有加甜菜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取得不容易 其實在台灣最常喝到的糖品 反而不是羅宋湯 是蘿蔔排骨湯 因為這是我們在地土地裡面 就生長出來 同樣的概念你可以去理解 俄羅斯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吃羅宋湯 因為第一個 材料容易取得 加上又便宜 早期都是平民或是農民的 這樣子一個補充熱量 或是補充能量的 這樣子一個食物 所以其實羅宋湯 各位真的不要再以為是姓羅的 姓跟宋的 它其實就是陰液上面的一個菜 我也會煮羅宋湯 我婆婆教我煮 但是在台灣最常加的是什麼 高麗菜 對 高麗菜 因為容易取得 對 而且那個湯頭也會甜 對不對 因為像這樣的飲食文化 因為非常特殊 也是屬於斯拉夫民族所擁有 所以烏克蘭之前就想把它列為 所謂的非物質遺產 在飲食文化類的 剛剛也跟卡拉提到 這個其實烏克蘭跟俄羅斯 關於羅宋湯之爭 就讓我們想到中國跟什麼 跟韓國短午節 中秋節 到底是誰發明的這樣的 其實很多文化都細出同源 到了不同地方 其實會有不同的發展 其實都是源自於同一個概念 不過趙教授您是留餓的 對不對 所以應該很擅長喝 會不會擅長做我不知道 但很擅長喝羅宋湯吧 那請告訴我們 好像聽說俄羅斯版 跟烏克蘭版不太一樣 沒有 烏克蘭那個紅色 那個甜菜湯 那個俄文叫Bosch 那個確實是烏克蘭人 主要的一種湯品 但是俄羅斯的話 主要的湯品是一種叫She 這種菜湯 就是高麗菜湯 它的主體事實上是高麗菜 那我沒有煮錯 所以現在很多 賣這種湯的裡面 放了一大堆肉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肉不是主角 不是重點 是那個甜菜或是高麗菜 像我們煮的話 就是用牛肉 牛肉下去燉 那個只是點綴一下 所以跟馬老師講的事實上是一樣 因為它就是主要產地量就是那麼大 然後最主要是說 帝國時代 實在俄羅斯跟烏克蘭根本不分 既然不分的話 我這邊可以做你的 你這邊可以做我的 這種文化上的一個互相的影響 跟交流事實上是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只不過是分家了 然後就說 什麼都要爭 就要爭這是我的 什麼都要吵來吵去對不對 好 那麼當然除了爭這個羅宋湯 誰是比較正統的之外 其實也有人說烏克蘭才是俄羅斯帝國的起源 這樣的講法對嗎 這個是烏克蘭史學家的看法 但是就俄國史的立場上來看的話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整個的歷史走向是基輔羅斯 然後到莫斯科 然後從莫斯科再轉到彼得堡 然後彼得堡再回到莫斯科 它的一個歷史的走向是這樣子的 那烏克蘭的這一部分 基輔在1240年被蒙古人給擬平之後 事實上它有很大部分 那段地方是空白的 那烏克蘭這個名詞要到1918年的時候 就帝國瓦解之後 在基輔成立一個叫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那那個時候才出現這個正式的名稱 帝國時代以基輔為中心那一塊地方 叫做小俄羅斯 所以它有一個叫小俄羅斯總督府 所以歷史上我們把東斯拉夫人 在帝國時代 事實上它是叫做大俄羅斯 然後白俄羅斯跟小俄羅斯 那白俄羅斯就是現在的白俄羅斯 大俄羅斯就現在以莫斯科為中心的 現在俄羅斯 然後那個基輔烏克蘭這一塊 就是以往的所謂的那個小俄羅斯 那所以關於烏克蘭這個國名 事實上烏克蘭在14年之後 事實上有經過好幾次的討論 有種討論說 是不是就把烏克蘭這個名字給改掉 就叫做基輔烏克蘭或是這樣子的 就是讓它跟基輔傳承起來 甚至有些人就乾脆說我們以前叫 小俄羅斯就乾脆回過頭叫小俄羅斯 但最後在波羅森科那時候沒有做定論 後來就不了了之 那麼我們剛剛也提到莫斯科 其實是整個俄羅斯現在的政經中心 但是老師剛剛也講到了 聖彼得跑對不對 那就是歷史文化的一個重鎮 同時也是第二大臣 最重要的是剛剛老師也講到 俄羅斯帝國 其實還有200多年的時間 都定督在這個列寧格勒 也就是現在的聖彼得跑 那麼更具有皇家大器 有關這一點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 好這段節目我們就回到普京的出生地 也就是聖彼得堡以前叫做列寧格勒 那這裡呢是俄羅斯的第二大城 整座城市在1990年的時候 也被列為了世界遺產 過去的皇宮如今變成了博物館 但是誰來捍衛這些珍奇寶物呢 據說有一群邪貓剑客 真的嗎 我們來看 CNN主播奎斯特來到聖彼得堡 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就是隱世盧國務館 這裡過去是俄國沙皇 碧韓居住的皇宮 因此被稱作東宮 十月革命後向大眾開放 與法國羅浮宮 英國大英博物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齊名 名列世界四大博物館 隱世盧博物館是俄國最大的博物館 採用巴洛克建築風格 內外都十分華麗 以綠牆白柱搭配金黃色柱廊 裡頭有一千多間展廳 收藏品達三百萬件以上 每間作品花一分鐘欣賞 要六年才看得完 而且還活著 像《牠的飛雪的鎖鎖》 被取得了 凱瑞 看著頭 肉 我嚇壞了 由18世纪英国钟表师设计的孔雀中 是镇馆之宝 目前已经退役 一个星期只会上好发条运转一次 在整点秀出孔雀开屏 除了拥有丰富馆藏 这里出名的还有百年前 就穿梭在艺术品之间的东宫猫 Kitty Kitty Where are you? And all here over there The kids sometimes traveling 影视路博物馆的地下室 有着这一群教课 猫咪们在拐线间穿梭自如 看到人类也不怕 有的慵懒 有的高傲 The cats were first brought here by Catherine the Great proclaimed as guardians of the galleries They had specific duties Yes, she loved cats But as for the kids she had to order to bring them because maybe there was too much Reds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影视路博物馆一度因经费拮据 无力再负担东宫猫的招呼费用 使得猫咪健康每况愈下 直到1995年 当时身为博物馆员的浩图男 发起募资活动 才使东宫猫免于断粮 东宫猫一度多达300只 如今只剩下50只 继续守护着艺术馆藏 东宫猫享有专人照料 配有猫食堂 猫宿舍 每只猫还拥有受益登记认证的身份证 抓老鼠不再是主要任务 而是吸引观光客的活招牌 好 以前的列宁格勒 到底在历史文化重镇的地位上面 有多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文豪 杜斯托也福斯街 名著《罪与法》 就是在列宁格勒完成的 还有天鹅湖当年的首演 在1895年的时候 也是在圣彼得堡的剧院 演出大成功 所以到现在还演出不坠 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教授 你说其实如果从空中鸟看的话 他和圣彼得堡跟阿姆斯战战很像 为什么 圣彼得分成新区跟旧区 而是那个旧区 旧区就是彼得大帝 就是在芬兰湾一个沼泽地 填海填出来的 那彼得大帝进行西化的时候 他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到西方去旅游 然后去学习 然后他最重要一站就是阿姆斯特丹 他在那边还自己假装学徒 学造船 所以阿姆斯特丹本身又是 那个填海造路造出来的 所以那个旧区 而不是新区就是旧城的部分 它很大的部分是 以阿姆斯特丹为蓝本 然后来去建设的 它的整个的精神风格 跟莫斯科是完全不同的 它有更强烈的 欧洲式的风格跟气息在里面 所以问一般人说 莫斯科跟彼得堡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城市 事实上大部分会是喜欢彼得堡 因为那个气息完全 不过讲到彼得大帝 他本人蛮有戏剧性的 我们刚刚讲 你看他还出国留学 对不对 而且真的学成归国 而且去建设他自己 心目中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城市 但是他的死亡 听说也很戏剧性 而且跟建议永违有关 彼得大帝在整个第二沙皇 西化的过程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也因为在一次视察当中 芬兰湾刚刚赵教授有提到 芬兰湾这个地方在他造访 或者是考察一个炼钢场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碰到什么 有几个士兵落水 那是冬天的时候 彼得大帝当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 被尿徒症所苦 可是他还是见义有为 看到有人掉下水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想身为一个国王 竟然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成功顺利的 把这几名士兵救起来 可是也因为冰冷的海水 让他的病情更加重了 所以在隔年的二月 他其实有辞世 可是在辞世之前 因为他作为非常重要 第二沙皇时期 开破先河非常重要的一个创建者 在他遗嘱当中 也为未来整个俄国 在发展过程当中 也定定下蓝图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 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 都说见谷之惊 但没想到 当代的战争 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台湾人民 很大的启示 非常谢谢两位 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踢观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庄开文 欢迎收看踢观点 2022年国际情势不安定 五二战争引发了欧洲动荡之外 亚洲也有一颗卫爆弹 成绩多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动作平平 今年还过不到一半 就已经试射有十多次的飞弹 那么根据北韩的官媒报导 3月24号金正恩 他亲笔签书文件 批准发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还在上面写说 为了祖国与人民的伟大尊严 勇敢的发射吧 那么4月15号 又是他们最高领导人 金日成110岁的明弹 各种动作 不止日韩方面是密切关注 身处在邻近地区的我们 更不能够轻忽 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 以不同的角度 要来了解北韩的最近状况 同时也要了解金正恩 讲到金正恩 他今年才38岁 不过全球经常聚焦在 他的身体健康状态 主要是因为 他在2012年掌权之后 5年之内就荼荼 胖了有40公斤以上 很多的报道都指出 他爱吃神户牛排 鱼子酱 鹅干酱等等 高热量的美食 不过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是 其实金正恩也很喜欢 台湾的剥皮辣椒 台湾有一位主厨 就曾经飞到北韩 做菜给金正恩吃 稍后我们要访问 这一位台湾主厨的 北韩经验 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 东北亚的情势 南韩韩联社分析 俄乌战争的爆发 很有可能让北韩下进决心 要致力于发展核武 我们先看分析报道 防卫大臣 外相等一级官员 快速闪过媒体 24号日本书上官邸突然一阵骚动 青森 秋田等日本海沿岸政府 同样手忙脚乱 因为北韩又试射飞弹 而且这次非同小可 日本防卫省表示 日本时间24号下午2点半左右 北韩从西岸朝日本海发射飞弹 最后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北海到外海上空也确认到飞机云 防卫省解释 弹道飞弹弹头坠落时 有机率产生类似的飞机云白烟 时隔半年 北韩飞弹再掉进日本海域 身在欧洲执行公务的日向岸田 隔海发火 而北韩官媒则大规模报道 党报劳动新闻 从头版到四版 满满都是相关讯息 报道指出 任务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下进行 使用的是火星17 新型洲际弹道飞弹 最高高度超过6200公里 飞行约一个小时7分钟 距离达到1090公里 日本防卫省表示火星17被认为是火星15的升级版 不论是高度与飞行时间都创下新高 北韩这次以抛物线轨道发射 若想高度做横向计算 包括东岸在内的美国土地 都会在火星17的设成立 昨日 北韩总统文在寅强调 北韩此举无疑彩虹线 自毁2018年暂停弹道飞弹试射的承诺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后任总统应席约也透过社区媒体 抨击挑衅行为无法获得任何好处 并安排25号下午 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热线 讨论朝鲜半岛与中国之发展 好的 对于北韩来说 今年上半年有两个重要的节日 第一个就是光明星节 是在2月16号 这是第二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也就是金正恩的爸爸 80岁的明代 另外则是4月15号的太阳节 这是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110岁的名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光明星节的时候 北韩方面并没有用 阅兵等方式来纪念 而是采取音乐表演来烟火秀 或者水上芭蕾等等 那么之后又频频的试射飞弹 为什么会如此呢 那金正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好 我们今天要请教授 好好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另外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要从美食来看金正恩 此外我们都知道南韩总统 即将要就任新职了 那么在就任之后 到底对于南北韩的情势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今天也要来做讨论 首先来介绍的就是铁板烧行政主厨 孤灯黄 孤主厨您好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特别请到孤主厨 最重要就是因为你2018年12月 到2019年9月的时候 三次到北韩对不对 做什么呢 主债给金正恩 做外汇 没错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从美食 来看金正恩这个人 好 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来宾 是云林科技大学的应用外语系教授 陈敬特 陈教授你好 凯文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马上来请教陈教授 就是金正恩其实前几年 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一点 没什么消息 不过最近怎么又活跃起来了 那很多人就猜想说 会不会是乌二战争 给他一点启示或想法呢 还有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说了 稍早他们在试射飞弹的时候 他在批准的过程当中 才是说就勇敢的发射吧 这值得担忧吗 还是说刷刷存在感呢 要怎么看这件事 金正恩他开始试射飞弹 我觉得当然不只只有 在刷存在感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一下最近北韩的行动 就我查到资料 他2月27号跟3月5号 已经违反了所谓2017年的 首次的什么 洲际飞弹 他就试射导弹 甚至最新的消息 在3月25号 他们已经成功的试射 所谓的火星17号 各位观众 你问我说火星17号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 现在北韩的导弹 可以直接打到美国去了 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是南韩 或者是导弹降落的什么 日本的专属海域 其实都非常非常紧张 甚至传出一个最新的消息 在美国军方已经查出 最近金正恩开始动作 他要恢复所谓第7次的 核子武器试验 他们已经在所谓的 第三个隧道那边 开始有些行动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这次活动 他不是只有刷所谓存在感 他所谓是要给 他趁着这次所谓乌俄战争 要告诉世界 我们北韩其实还在 最重要是因为 凯文姐也知道 最近南韩刚结束 所谓总统大选 选出了乙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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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他是所谓南韩版的川普 讲话其实非常强硬 他那时候我记得他有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 他上台之任 他上台之后 不会像所谓的北韩之子 所谓的文在寅这样子 他要对所谓的金正恩 比较强硬 所以其实我觉得 北韩这次的试射飞弹 或者是核子武器 其实他有个目的 就是要测试一下这个 乙席乙南韩总统他的能耐 不过全球关注的 当然还包括了金正恩本人 而且他最近穿搭多遍 好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来看看这些穿搭 是不是有政治含义在里头 好 首先来看到是白马王子风 不管您接不接受 人家穿的是白色的军装 这是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劳动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这是在电视台 释出画面的一个截图 你可以看到金正恩穿的这个 上面据说还有那种 元帅的徽章之类的 然后另外就是 所以人家说是不是想要 白马王子照呢 好 再来看到的是 接下来的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出席首都平壤 华城地区一万户的这个 住宅开工仪式的时候 您看到他的穿搭 很多人都说很有他已故父亲 金正日的穿搭风格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这样子一来让 北韩的人民很有感对不对 可以感觉到那种革命 一起攜手奋斗的气氛吗 好 再来看到的这一张 就是2022年3月份 其实大家都出来了蛋对不对 因为他们试射 刚刚老师讲的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成功 但是你看他释出了画面 这张马上有人联想到 知名韩剧《太阳的后裔》 是不是要跟我们的欧巴 宋仲基来比帅吗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研究的是 政治意涵的部分 请教老师 所以我们都知道金正恩 在北韩的话 政体其实非常都是一贯的 比如说金日成 金正日 金正恩一起下来 可能各位观众不知道 其实在韩战过后 其实北韩的经济 是比让还要好的 所以这时候到了第三任领导者 因为我们知道前1980年代 在北韩那边有发生所谓大计划 所以那时候一些 不管是金正日或者金正恩 他们为了要统治国内的话 其实都一直唤醒什么 他们北韩民众的一些意识 过往的回忆 所以我们就看到金正恩这次 其实不管他的穿着 或者是他打扮 或者是他 我看到资料的话 他会去所谓的一些工厂 去农地 去安抚一些民众之类的 其实都试图的 让北韩的民众想到 我们以前有所谓的辉煌的时代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比如说在金正日 或者是金日成 他们常用一个口号 就什么 苦难行军 什么叫苦难行军 我们知道那时候金日成的话 那时候要看日的时候 1938年 1939年的时候 他带领的就是要看日的民众 然后其实那时候进入了非常 就是非常激烈的抗争 可是他们告诉北韩人民说 我们这是苦难的行军 我们要打败所谓日本帝国 那时候金正日 面对大饥荒的时候 他也告诉他民众说 我们要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的祖先 他们有所谓苦难行军 所以我们在饥荒的时候 也要苦难行军 所以我觉得这是金正 不论他在打扮上 或者他对国内的一些政策 其实都是一直在唤醒民众 让我们回想一下过晚的回忆 过晚的时光 是 不过他的穿搭可以学父亲 据说一般的北韩民众的穿搭 却不能够学他 看到新闻的话 是穿皮衣的话 会被所谓的金正恩 金正恩抓走 甚至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 我们知道那个 我们金正恩欧巴的发型 非常有特别 听说在英国剪做头发 好像之前金正恩有派人去 去生造他 真的 不过有真正见过金正恩本人的 在现场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的孤主厨了 很多人都说从吃饭的过程当中 蛮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个性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 这个金正恩的美食哲学 来看金正恩 您曾经三次到北韩 对不对 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人 桌上摆的据说都是金正恩 最喜欢的菜色 顾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因为当初要去做的时候 我就有做功课 金正恩他小时候是在瑞士留学 其实他对于法式的料理 这样子应该会很喜欢 所以我就把 我是做铁板烧 那就把一些铁板烧的菜色改变 就是法式的摆盘跟酱汁这样子 好 所以像这一道叫做蟹肉慕斯 蟹肉鱼籽酱慕斯 它里面是用雪场蟹 做成的蟹肉慕斯 然后上面再涂上俄罗斯的鱼籽酱 再加金箔上面 是 上面再加金箔 我想请教一下 像这样的食材在当地取得吗 还是有特别准备过去 当地都有 当地也有雪场蟹 北韩它的海域是跟日本的海域 是同海域 所以它的海鲜的物产也是算很丰富的 是的 是的 然后特别给它加一点金箔 再加这个华贵的感觉 这个是法式龙虾 听说金正恩非常喜欢吃龙虾 他非常喜欢吃龙虾 所以这个龙虾也是他们当地产的 他当地他现在他也有养殖龙虾 而且还是我们台湾人去教他们怎么养的 另外听说他很喜欢剥皮辣椒 对 因为我去的时候 就只带我们宜兰的荆棘 跟这个花莲的剥皮辣椒 所以这算是你的秘密武器 对 这就用日本的和牛 我把它卷起来 就是包在里面 是 然后就成为金正恩的最爱 对 那他有没有对剥皮辣椒念念不忘 他很喜欢 他吃东西 就是同一样东西一直吃 吃到他满意为止再换下一道 对 龙虾也是吃了四五只 再换下一道 吃四五只 对 他就这四五个 然后一直吃吃到满意为止这样 然后另外那个汤 这个汤 很厉害 这个汤听说就是第一夫人的最爱 对 为什么 养颜美容对不对 因为我每次去做菜的时候 我开菜单他就 杨斌先生就跟我讲说 你不用开汤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汤他们会准备 那我三次去做的时候 三次他都是喝这种 就是双椒汤 双椒汤 哪双椒呢 双椒就是这里白色的话 它是生胞肚次的肚 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鱼肚 它俗称花椒 好一点的花椒的话 是花椒排 一斤的花椒排可能要三十几万 环唇鱼的花椒排 这是桃椒 桃椒就是植物性的胶原蛋白 它是桃树 桃花树 桃花树你用刀子割的话 它会流树枝 最主要是这个汤的熬法 它很繁复 他们用的是清远肌 那回来我就把这道学回来 学回来的时候 我就研究了差不多三个月 我用过台湾的很多种鸡 后来我找到我们平栋的玉米鸡 才会产生金黄色 然后鸡汤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加上植物性的胶原蛋白 跟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难怪成为理学主的最爱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您是铁板超的名厨 当初到底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会远赴北韩 不过听说你要去北韩之前 还先留下遗书 有这么可怕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实在是蛮紧张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听到的一些讯息 可能就是什么 什么炮诀 犬诀那些 就很怕说煮个 没处后的时候就去犬诀了 也就蛮 所以还是会很紧张 不过我们知道说整个过程 就是说包括到北韩的这种一路上 其实也的确是蛮严谨的 听说来接您的人身份非常特别 也就是金正恩的亲妹妹金与正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我第一次去 他是我们是到丹东坐火车直接进去 坐火车进去的时候 它的风景 你看到路上没有一个胖子 连牛都很瘦 真的 连牛都很瘦 那道路很干净 然后就是 所以全部只有金正恩胖 然后就是下火车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是他妹妹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金鱼胜这样子 OK 那有没有吓到 有没有很严肃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很亲切 其实他们也都很亲切 还蛮亲切的 毕竟我们是去做菜 那刚开始的政杖就很大 就派了差不多20个人来帮我 他说要帮我 我说要帮我 这么好 那我现在想说 可能是监视吧 我想这个可能性蛮高的 听说那20个人都是 精通中英文就对了 对 可以讲中英文 可以跟您沟通 但其实监视的异味 应该还是蛮弄 毕竟是煮的东西 要吃的东西 你看古代的皇上对不对 都还要有人先 要有身边的人先试读 我是觉得美食无国界 所以我也是教他们怎么做 那金正恩用餐 到底有哪些特别的习惯吗 比如说他会不会出考题给你 或者是有对你提出 特别的要求之类的 因为去的时候是菜单都开好 所以不会有什么菜地己到上 地己到上的一个 那就是只要他满意 就一直吃 吃到他好 换下一道 是这样子 那一餐的饭量很大 蛮大的 很多的 所以一餐做下来 可能就是三四个小时这样 一餐吃三四个小时 那真的是吃法国菜 吃了很久 OK 好 但是北韩其实很有意思 他们就连这个温室农场的 动土仪式都很有北韩style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欢呼声中出席温室农场动土 但这场仪式硬是比别人浮夸还有爆破秀 动土典礼用炸的确实有北韩style 根据北韩劳动新闻报导 这座温室农场占地一百公顷 彰显出金正恩有决心要解决粮食危机 还有党的气魂 这场动土典礼从头到尾都话题十足 正当金正恩准备离开时 车辆还遭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 导致金正恩得从天窗现身向民众挥手 化身万人迷 其实金正恩近几次现身都与基础建设有关 他12号出席的另一场住宅区开工 同样有震撼的爆破场景 另外金正恩的造型持续成为话题焦点 当天他除了穿上军绿色夹克 配上深色的墨镜 乍看之下仿佛是他的父亲金正日在现身 事实上北韩16号才盛大庆祝金正日的80岁名诞 也就是光明星节 当天金正恩又率领妹妹金羽正等高官 到北韩革命圣地也是父亲的出生地 山池渊士举行中央报告大会 已强调出白头山鞋统 当晚北韩举行盛大烟火秀和艺文活动 在平壤也有高能度的水上芭蕾 让人目不转睛 金正恩近期积极展现出 要靠北韩自己的力量凭经济 政令宣传广告还强调 北韩的五年计划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只不过北韩的经济实力和南韩 还有一大段距离 好 我们回到金正恩 刚刚已经讲到了说 他的造型其实都有一些政治意涵 特殊的用意 不过据说他跟旅学主两个人 如果放闪的话 也有所谓的放闪政治学吗 请教教授 的确 我这次观察到金正恩 其实我观察他很久 他有非常独特的所谓统治术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一个新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是金日成或者金正日 他们身边的另外一半 可能大概有三四个左右 可是他们通常都不会把 所谓的自己的第一夫人 献给就是给所谓的民众看 可是金正恩 金正恩非常特殊的时候 他有时候喜欢放这种 跟李学祖一起放闪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他要表达是一种 比较亲民的 他其实有顺应的 时代改变的统治术 除此之外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各位观众都知道 在北韩有所非常有名的主播 李春基有没有 那个非常激昂的有没有 最近金正恩上台之后 虽然我们李春基大概七八十岁了 可是我可以看到最近金正恩 开始有用一些新的主播 开始慢慢取代他 甚至我们都知道 其实北韩是非常封闭的国家 第三代金正恩在统治北韩的时候 他还派出所谓的YouTuber YouTuber有没有 拍一些影片跟国外宣传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所谓北韩 为什么 因为他们COVID-19的确诊者是零人 所以我们本来透过这个YouTuber来宣传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非常有趣 值得我们后讯观察一下 金正恩的统治书 而且我们也要特别来看一下 两位这么Q弹 应该是吃了双焦汤的关系 不过一讲到跟北韩有关的 最有名的韩剧 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会是什么 爱的迫降 对不对 尤其玄碧跟孙艺针 三月底完婚的时候 你看这个实在是太美了 这才是架杠的白马王子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说在爱的迫降里面的 这个栗正贺 他真的脱北的话 他真的为爱脱北的话 现实的状况又会是如何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吧 我们稍待会就来看 爱的迫降真实版 首度公开他们的心路历程 请别走开 跟北韩有关的热门韩剧 莫顾于爱的迫降了 随着男女主角玄平跟孙艺针 三月底完婚 又登上Netflix平台排行榜 但现实生活当中的脱北者 适应方面恐怕很难尽如人意 甚至近期还传出有脱北者 想要回到北韩去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等一下我们就视频访问 真实版爱的迫降的女主角 同时也是台湾前柔道国手陈林真 她当年出国比赛认识了 来自北韩的柔道国手李昌寿 让她为爱逃离北韩 成为了脱北者 期间的心酸过程首度跟大家来分享 而我们先来听的是脱北者们的心声 许多北韩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逃到南韩 只是现实总是残酷 有一些脱北者在南韩生活不适应 现在反倒想回北韩老家 最知名的是这位名叫金莲基的北韩人 他曾为了返回北韩伪造文件 现在则希望至少能葬在家乡 而2019年南韩更发生过 脱北者母子活活饿死的悲剧 就连成功化身南韩网红的脱北少女 也坦言曾动过回家的念头 ZN报导多年下来脱北者至少超过30万人 但过去十年中只有30人成功返回 虽然南韩生活机能样样超前 但各种生活不适应 以及南韩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让许多脱北者认为 原来家乡比较适合自己 虽然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不过以爱的迫降来说 玄冰所饰演的北韩军官利正赫 如果真的想要脱北跟隐世里 长相私守化 恐怕还是要面对现实考验的 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爱的迫降有真实版 那么男女主角是谁 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女主角是台湾的前柔道国手陈灵珍 至于男主角则是北韩的前柔道国手李昌寿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履历 其实陈灵珍她是在1990年 北京亚运无限量级铜牌的得主 那么她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北韩的前柔道国手李昌寿 李昌寿在1989年的时候 在南斯拉夫市井赛摘下了铜牌 也在那一年她认识了陈灵珍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第二年 他们两个人相识相爱 然后擦出爱的火苗 后来李昌寿为爱而脱北 两个人后来是定居在南韩 当然也有了下一代 这段故事可能有些观众朋友都已经知道 不过我们今天要聚焦是爱的迫降之后 我们就要来视讯专访陈灵珍 陈灵珍目前是住在南韩首尔附近的经济道 先请问老师 经济道其实是有点新北市的概念 而且玄冰的豪宅就构置在经济道 对了 其实我们有看到报导说 陈灵珍的先生也就是李昌寿教练 有时候会有想要说 我想要回到北韩 她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的话 未必会选择脱北 我们就来视讯专访陈灵珍 灵珍你好 我们想请教就是说 据说好像是因为 其实在北韩的运动员 如果有成绩的话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受到照料的 但如果脱北之后 反而必须要生活自理对吗 其实我先生为什么来韩国以后 常常会蛮心情难过的是因为 其实他在北韩不是那么困苦的过日子 他刚也是踢足球的 然后想说你只要来参加队伍团体训练营的话 就可以得到鞋子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光脚 三十几年前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 四十几年前 那他十岁的时候开始念柔道 可以得到一些待遇 所以他就是想去认真念柔道 才可以给家庭 因为他是七个兄弟姐妹 也是对他们负担很重 所以他们 就是要靠他有好的成绩 就会有他每次国内比赛得名的话 就会家里就会有粮票 多两张三张 多买米 多买什么石油什么的 就可以增加家里的一些 家庭的就是好处这样子 他在北韩不是想象的那么困苦的生活 他在平常他的待遇 他到世界杯第三名还有国际赛十八个奖牌里面 有三个保加利亚世界比赛 他有三个冠军 所以他的成绩非常优 也是非常丰富 得到很多的优惑的那些待遇 他有四个金日成的那个奖牌 有金日成的勋章的话 就是可以过一辈子 有一个勋章就可以过一辈子的生活的那种待遇 而且他家有四个电视都是因为他得到国际赛 第一名第二名的得到的优惑的待遇 所以北韩共产国家 你要有一个特别个人的技术项目 可以增加家人生活的改变情势 但是即使像你先生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有得牌 只要有一次表现不够理想的话 还是有可能被下放劳改的 比如说当年李昌寿先生亚运会拿下银牌 但只输给了南韩这件事情 就让他必须要去挖矿四十天对吗 就他在1990年北京亚运的时候 输给了韩国的队员 他只有亚军 他的冠亚军就是跟韩国的选手 就他输了 输了以后马上下放劳改 回去北韩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不是自己想象的离遇 所以就是在探工那里这样子腰都不能伸直的那种 坐了四十天 他真的心里就是我为了国家为了祖国那么认真 结果我只是输给韩国你就对我这样子 所以当时他就一直觉得他要投就是要离开那个国家 你来韩国都投诚的话还会有分等级 他那时候属于比较高级 所以有得到丰厚的那个报酬金 还有这个国家给他的房子什么的 还有一般没有那么高级的脱北者的话 真的生活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们北韩的那个观念就是共有 所以他们来南韩的时候 他们要接触韩国的思想 还有自由主义国家的那些 真的非常的辛苦 而且在中间的过程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沙吉 沙吉就是被骗 而且国家给的钱 我们几乎都被骗光了 所以真的他们不知道说钱是必须的 一定要的 那在最近一次被骗的事实上 是由记者来骗的 记者然后他说他 而且记者他真的去到北韩 去照了一张他父母的相片 而且能够把父母的相片传来给我们 他看到那个相片每天看每天哭 然后就说妈妈已经变那么老了 爸爸变那么老了 那为了这张相片你知道付出多少心血 付出多少钱吗 所以就要求那个记者再付钱给 给他父母这样子 结果后来就经过很多调查 就是安局部调查 这中间根本没有人送到钱去给他们父母 因为他们父母根本都不在一块了 都已经离开平壤了 都到各个地方去了 真的是完全没有 而且我不知道说他收到的那个信 跟那个相片 而且相片不是一起合照 相片是合成的 是爸爸在另外一个地方 妈妈在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后来又有他妹妹从中国又来电话 真的是有接到 可是我觉得那也不是亲妹妹 然后这就是从韩国中间抽了一百万 然后中国抽三百万 其实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要有那个中间的过程 然后直接送到给他爸爸妈妈是六百万的韩币 所以我们先会一千万韩币给他们 这还是最近的 就有这种组织 那么在这么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又是如何牺手度过的呢 我先生来韩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在旁边这样看着我有多辛苦吗 我真的只能安慰他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一年至少有三个节日很辛苦 他的生日过年中秋前 韩国这三大节日要祭祖要干嘛 他绝对不会吃饭 他就是每天 就是前后 他就是三天就喝酒 他喝酒又不会什么安住 吃什么配菜 他就喝酒 所以他在2003年开始就是酒精中毒 我先生那时候医院宣布 那个医生跟我讲说 只要不喝酒 只要不喝酒就是药了 你在吃什么药都没有用 他已经肝硬化 肝是跑不了 而且他现在是酒精中毒者 你要移植肝脏 那都没有机会什么的 所以两年 剩下两个月的时候 几乎每天就是以泪 以泪 就是洗脸这样子 一直要撑着三个儿子要怎么过 你说那时候韩国女孩子的话 几乎就是逃亡 绝对是离婚 真的要是我生一个两个 搞不好我会离婚 但是生三个我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而且我第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我逃走的话 他也是一个人在韩国 他只有死路一条 他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在当时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说在韩国没有同学 没有朋友的环境下 我要再走的话 真的就是一点希望就没有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要支持他 我就去找了国安局以前刚开始的一个大哥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先生说剩下两个月可以活 我要怎么办怎么样 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他除了柔道没有别的兴趣 想办法让儿子学柔道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想到 对 我的儿子开始要学柔道 就会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从2009年 2007年 我老二刚开始第一个送到 他自己跑去柔道馆学柔道回来这样子 就是开始我们家就开始渐渐起来 好 走过了比韩剧还要韩剧的人生风雨 也祝福陈林真一家人可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 谢谢林真接受提关点的视讯访问 不过紧接着我们要来请教教授的就是 刚刚有听到了脱北者 其实除了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生活适应问题之外 其实北韩家人的处境才是更值得担忧的 对不对 听说有北韩所谓的特别的种姓制度 的确没错 刚才听完林真故事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各位观众看到 其实好像戏剧都拍得非常美好 非常浪漫 其实没有 我要跟各位观众说的是 其实脱北者他们在一离开 北韩的那一刹那 他的家人要么不是被劳改 要么是可能被处决 因为北韩那边还是有所谓的连作法 你的小朋友跑出去这样脱北了 表示你的血统不纯正 所以刚才开文姐提到 我们那个北韩那边有所谓的总姓制度 的确没错 简单来说 北韩现在分三种 一个所谓的爱国者 中正比如说他们听金正恩的命令 爱国者大概10%到15% 大概我算一下人数大概250万 中间者就是一般平民百姓 还有所谓敌对者 什么叫敌对者 比如说你叛国 或者像我念哲学的 这个在北韩就是怀疑主义论者 我是敌对者 或者我信佛教 基督教 这些所谓的敌对者 大部分都要去劳改 然后我刚才提到 一定有观众说 那种族 种姓制度 对他们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刚才我们其实我们节目交代很多 比如说刚才那个孤祖祖祖提到 他在北韩看不到所谓的胖子 就只有金正恩 所以就我观察来 金正恩他们控制人民 总共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 所谓的粮食 为什么一定有很多人都批判 现在北韩人都吃不饱 为什么要吃不饱 其实他们吃不好是应该的 北韩的统治者认为说 你人民吃不饱 你就不会想东想西 想要改革 所以他控制所谓的粮食 第二个就所谓的教育 刚才我提到所谓爱国者 大概250万人 他们全部都居住在所谓的平南地区 平南地区有好的大学 你想上好大学 那你就要爱国 你就要听金正恩的话 第三个所谓的医疗 所以刚才比如说林正也提到 他的丈夫有那个什么 就是喝酒喝到那个 刚才我们提到COVID-19 在北韩没有所谓的确诊案例 甚至北韩也没有所谓的癌症 因为他们人民不晓得 他们自己得到癌症 因为他们如果要去医院检查 一定要所谓的爱国者 所以这其实也算是 北韩脱北者的杯葛之类的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回到金正恩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 北韩的官媒常常会释出 像这样子的照片 新站北北对不对 好 但是很多人就怀疑说 这么多的金正恩照片 到底有没有是真的 有没有是假的 谁是本尊 谁是分身 马上回来继续了解 请别走开 近期的全球焦点 无疑的就是乌恶战争了 当然也造成了大片难民 必须远离家园 但其中也包括了 泽伦斯基的分身吗 而且据说有帮助他的 还包括了金正恩 当然这个金正恩 必须要加上下印号了 我们先看报道 就在波兰边境 此人好熟悉 带着毛帽五官轮廓 乍看下像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离开战地了吗 原来并不是 这位是他的分身 协助他逃离乌国的 是普钦的分身 两个人勾肩搭配自拍 左边这位是在媒体上 模仿普钦的波兰 右边这位是模仿 泽伦斯基的伊萨巴耶夫 普钦分身 还在脸书上 分享好几张照片 两人谈笑风生 还说相处时间如此短暂 我们瞬间做到了 因为现实生活中 这是很难发生的事 泽伦斯基分身 能够成功逃离乌国 一切归功于 金正恩模仿者霍华德 俄国一开战 他就想到 身处乌克兰的伊萨巴耶夫 并联系对方 要他快离开 心想如果俄罗斯 抓到泽伦斯基的分身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后来打电话 给普钦的模仿者博兰 一起想出解救计划 伊萨巴耶夫就在 两个人的协助之下 三月十二日 成功越过波兰边境 而伊萨巴耶夫 曾因为一张 在地铁的照片而爆红 那之后 他就开始模仿泽伦斯基 还曾多次跟本尊见面 乌俄北韩三国元首 要能齐聚一堂 为乎其为 但分身 却在这场战事中 同心协力 帮模仿泽伦斯基的 伊萨巴耶夫 逃离乌克兰 患难见真情 的确如果本尊 也能够跟分身一样 和平相处 互相帮忙 那可就天下太平了 不过一讲到分身这件事情 金正恩也许是各中翘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 他在执政十年间的 各样的照片 对不对 可是媒体就是关注到 包括了手表的宽度 还有包括了眼镜 甚至包括人的宽度等等 常常都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是真正的金正恩吗 还是他的分身 好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这会不会是他在统治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 金正恩的统治术 难道找分身这件事情 也是统治术其中一环吗 那么是不是一种策略 又或者是健康不佳的时候 像好莱坞电影演的 是一个权宜之计 对 这个题目金正恩到底 什么时候变瘦什么变叛 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在讨论 有没有 或者是金正恩之前传出 突然失踪或者开刀之类的 其实都引起非常多讨论 可是就有自己的观察 我认为金正恩不是只有一个 他是金正恩门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在台湾媒体讨论说 他生或死 基本上金正恩会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他就是要让大家猜不到他 到底生或死有没有 甚至我们看到 他有时候看到照片的话 有时候变瘦 变盼 或者变高 变矮其实都有 所以我认为金正恩 他其实是一个蛮神秘的 透过战争人家搞不清楚 然后保持他的所谓的神秘感 一定有观众朋友说 金正恩真的这么高 金正恩真的是 用所谓的分身之数吗 其实就我自己观察 金正恩的统治术 其实金正恩统治术 非常非常厉害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说好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脱北者 就是所谓他们脱北之后 可能他们家人会被拖到监狱 去所谓的服役 这其实开文姐可想想看 因为在监狱里面 有所谓的狱卒 狱卒就一定是 拷打这些血统不纯正的人 可是金正恩他专门挑一个什么 心理变态的 Psycho 虐待款 他叫所谓的狱卒打 他才不会有所谓的怜悯之心 然后第二个 如果各位观众有机会的话 去北韩 那我们不能去北韩 因为被当中间谍 可是我们台湾应该有机会可以过去 当我们去北韩的时候 我们已经换单地的钞票了 金正恩在里面设定 外国人用的北韩钞票 都只能是红色的 可能他们单地人用的是 所谓的蓝色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不是所谓的外地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金正恩的统治术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一直在看 新站北类的照片 这是他这个骑白马 上的是哪里 白头山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了 白头山其实对于朝鲜族来讲 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包括了文经会也是在白头山 对不对 而且特别一定要去那边 拍一张历史合影 请问白头山对于韩民族 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用意 各位观众都知道 白头山所谓的檀军 就是所谓的朝鲜半岛 所谓朝鲜的祖先 檀军建国的地方 所以在白头山上面 其实流传多非常多神话 可是这边我要提出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其实这个白头山 因为日本曾经殖民过 所谓的韩半岛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 这个白头山神话 基本上在北韩或者是南韩的话 他们有觉得日本是不是 要刻意设计一个山 来跟他们对比 所谓的富士山之类的 就告诉所谓其实韩国人 韩民族跟日本人 是一个同源同种的 所以在那里侵略他 可是我们再回到 所谓的白头山血统 其实就北韩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不管是金正恩的爸爸 金正日或者他的阿公 金日成也没有 就从所谓的白头山出家的 他们在那边组织 所谓的看日游击队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不只是所谓的圣山 也是说他们所谓 金氏政权 所谓他们崛起的地方 有点起家厨那种味道就对了 好 不过这个南北韩的情势 最近有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就是我们都说 南韩有新总统对不对 刚刚您也提到了 就是有新任总统引席月 他五月份就要走马上任 对于南北韩的局势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引席月 其实他第一件事情 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就是 他想要把总统府搬离青瓦台 搬到哪里 国防部大楼 据说是跟青瓦台的风水有关系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那韩准总统引席月他宣布 在五月十号就职之后 就要把总统办公室 从青瓦台签到国防部大楼 说是要消除帝王室的总统领导模式 强化与民沟通 所以在同一天 青瓦台也会对民众来开放 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引席月团队也报告说 整个搬迁的成本 大约需要五百亿韩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十二亿元 但当然还有一些周边的开支 但很多人更担心的是 未来总统每一天的通勤需求 还有交通管制 有可能会让首尔 已经涌起的交通更加的恶化 更有不少人就直接质疑说 好 想要搬家 是不是跟风水有关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很多人都说 南韩总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 为什么 来看看所谓的风水魔咒 有哪些历任的总统的下场 要么就是枪杀身亡 要么追以来身亡 不然锅铛入狱的也有好几位 对不对 好 那被称之为 世界最危险的职业 真的是所谓的 清瓦台风水魔咒之说吗 的确刚才开文姐说得很好 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 真的就是南韩总统 我们看到不分男女老幼 只要当过南韩总统的 基本上都没什么好的结局 所以这次乙徐岳 他在5月10号之前要上任 他那时候提出第一个政策 就说什么 他要把清瓦台搬到 所谓龙山的国防大楼 所以很多人在说 当然除了花费一些金钱之外 或者是现在搬的话 万一出事情的话 那这人要算谁的 要算文在寅的 还是算乙徐岳的 所以现在来争论 所以我们看到 回到清瓦台的风水说 其实也有 其实想要搬离清瓦台的时候 那时候文在寅其实有个考虑 可是并没有实施 可是这次轮到 所谓乙徐岳上台之认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他就非常激进 对 可是我觉得 其实它背后一个含义就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乙徐岳 这次票数其实非常非常接近 0.7%分出胜负 24万票以内 然后他提出的第一个政策 就是要搬离总统府 所以大家都看他说 他有没有办法顺利的执行 万一他没有顺利的执行的话 他就觉得 这个总统又要执行力 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当然除了风水之外 还有所谓他对选民公约 约定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的 看他有没有办法执行的 但这个风水到底是 什么样的风水之说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我们知道 其实那时候是回到日本 日本那时候所谓殖民 所谓的那个韓班达 其实他们的总统府 就是之前的总督府 虽然曾经有所谓的复建国 可是听说那日本军队 走离开的时候 他在那个青瓦台的附近 打了540个所谓的川丁针 所以即使复建之后 其实在里面办公的总统 其实都是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 其实跟日军还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所谓的风水 是不是穿着付费 我们不得而知 而且尹席越本人 到底有没有迷信 这个目前也很难定论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在竞选期间 被说迷信的这件事情 成为对手一直攻击 他的一个要点 尤其是您看 在辩论的时候 他手上就写了一个王子 就被媒体拿出来讲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说他一直很相信一位法师吗 对 天公法师 这个其实韩国人其实 他其实蛮迷信的 如果各位观众有机会去韩国 韩国旅行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韩国所有 都会喝酒有没有 酒吧多 天主角也多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以徐学这个动作 会让我想到 其实韩国所谓的 宗教信仰的事件还满多了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其实说最近的 Covid 19 那时候大舅不是传出所谓的 群体感染有没有 那时候有个所谓的天地教 有没有 天地教会 或者是各位观众有知道 2014年的那时候 蒲警会的闺蜜事件 崔盛时 他甚至也是有生得到 所谓的 所谓的 算是邪教 所谓的宗教信仰的问题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很多 那个年轻观众朋友 所谓有一本漫画 叫做看脸时代 它里面有提到 所谓韩国非常著名的 所谓习教事件 它叫达米宣教会 达米宣是怎样的教会 他那时候是做了一个预言 说1999年是所谓的世界末日 那么上帝 说他们所谓尊姓的天神的话 他在1992年的10月28号 会怎样 就是把信徒怎样 升天 把他们带到天堂去 那么很多信徒说 那我要怎样才能成为这个幸运者 就是怎样 你要把什么 财产捐给我教主之类的 结果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0月28号那天 信徒没有附上天空 造成很多社会事件 比如说有人因为家破人亡的 或者亲生的人都有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 以许悦的事件可以看到 其实韩国这种迷信 或者说个人信仰的 其实还是非常的多 只不过他身为一国的领袖 其实那时候很多反对者认过说 你领袖都这么迷信了 那会不会盗索他上任之后 所谓的法师 或者是什么 身体所谓乱政的 这个当然还值得我们后续的关注 老师说得对 那边有韩局势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关注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张开文 我在踢关铁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陈文岳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乌尔战争是已经进入到了 第570天了 乌军现在不只是持续在 南部的地区反攻 在乌东的巴赫姆特 似乎也取得到了进展 乌军表示他们现在呢 是已经夺回了巴赫姆特的 近郊城镇 直升机盘旋 下一刻天空出现烈焰 乌军投掷弹药攻击 乌尔战争的关键据点 巴赫姆特周围为击退 俄罗斯士兵乌军出动 无人机前进战区 第三突击率 空中侦察部队 机器上还载着小型炸药 远端遥控投掷 瞄准目标 无人机成功完成突袭任务 躲在安全地点的士兵 欢欣鼓舞 乌克兰近期靠着前线作战部队 一一夺回敌军占领的土地 从乌克兰的方面 这个村子 现在完全回到手上 他们所说的是 它是一天的火爆 两天的工作 乌克兰军方证实 他们发动闪电突击 重新拿下 位在巴赫姆特南方 约十公里远安德里伊夫卡 外围村中的战役 开始有重大进展 另外乌军也已经收复 巴赫姆特西南部 克利什基夫卡村的部分地区 他们还要包围俄罗斯大军 要切断俄军往南部的联系 现在乌军战场上 南部和东部都有收获 马林卡遭到敌人反击 乌克兰第79独立空降突击旅 在雨中寻找消灭俄罗斯阵地 三个月来乌克兰反攻 平船捷报 虽然不是大规模收复尸土 但小规模的进展 似乎也重击俄军士气 TVBS新闻都不到 那么取得的进展不止如此 看到了乌克兰在9月13号的时候 凌晨是向克里米亚半岛的造船场 发动了攻击 就击中了两艘正在维护的军舰 而这个也是自去年2月开战以来 俄军潜舰第一次被袭击 而且还是在陆地上 我们把时间交给作恒 好 俄乌战舰的最新发展 我们看到乌克兰军队 他们是突然地袭击了 克里米亚的一个造船场 而且分两天 首先第一天是用大型登陆舰 以及常规动力前舰遭到袭击 第二天则是S-400 那么乌克兰是用改造的 海王星反舰导弹 堪称说它可以和舰射型共用载台 宣称它的最大射程 可以来到400公里 这也是开战以来 俄军的潜舰首度的遭到袭击 那当然就有分析 就说这可能会影响到的 首先第一个是俄罗斯方面 他们的补给能力 另外还有就是远程打击了 那现在很多人好奇说 这个海王星 它又不是第一次出现 那为什么现在可以有重大突破呢 就说第一个可能是关键晶片 再来就是红外线的寻标系统 随着乌俄战争持续激战 俄罗斯部队急需补足阵亡官兵的缺口 他们洒出的招兵买马网范围越来越广 甚至把手伸进古巴 俄罗斯看穿古巴的经济水准 像这位妈妈就说 她的儿子为了糊口饭吃 7月飞到俄罗斯 帮助重建因为战争受损的基础建设 只是这一切都是骗局 因为她的儿子最后被送到前线 也有古巴人疑似被不明团体诱拐到俄罗斯 因为光是在9月 警方就逮捕了17名 涉嫌人口贩卖到俄罗斯 当佣兵的人 至于在乌克兰战场上 乌军持续猛力攻打克里米亚半岛 尤其是克兹大桥多次遇袭 甚至在当地周四一度关闭 让居民十分紧张 虽然克兹大桥现在已经恢复通行 不过乌军连续炮轰克里米亚 还摧毁俄军潜艇 含一套S-400防空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战军队达成重大成就 乌军还称称被摧毁的两艘俄罗斯军舰 恐怕已经无法修复 这场战争打得越久 俄罗斯的损失只怕会更加惨重 KPB的新闻 综合报答 那么至于俄罗斯的佣兵集团 瓦格纳要从此消失了吗 看到了最新的卫星照片就显示 瓦格纳位于白俄罗斯的营地 在这几个星期是陆续被拆掉了 外界就认为在佣兵首脑高层身亡之后 瓦格纳未来很有可能就此瓦解 最新卫星照片显示 原本提供给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使用的营地 帐篷一一拆除 代表瓦格纳据点可能缩减 在首脑普里格金和高层坠机身亡后 佣兵集团恐将逐渐瓦解 当初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要瓦格纳进驻首都东南方 以结束俄罗斯总统普钦 称为叛国的兵变 如今似乎已传过水无痕 不过当初瓦格纳佣兵奋力熬战的乌克兰战争 至今还在战 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的炮兵 在南部扎波罗热的前线 等待侦察无人机提供精确坐标攻击推进 这种20世纪的火炮 移动缓慢 但用21世纪的技术很容易被发现 俄乌双方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 都在附近上空飞 经无人机侦察 瞄准的第三发终于击中敌军舰出 里面有俄罗斯步兵和炮兵 代表俄军会随时反旗 现在我们在攻击的目标 我们在他们的核心 下来 跟拍的CNN采访团队立刻起身上车 高速行驶 因为随时可能被火炮或无人机击中 俄军一共还以九发炮弹 代表俄军愤怒水平 也代表乌军惊天胜利的程度 周五乌克兰军方表示 拿下乌东巴赫姆特南边的村庄 安德里伊夫卡 反攻缓慢 但持续往东推进 但在俄军战壕小好战下 双方武器弹药都损失惨重 乌军一天射5到6千发炮弹 但其实希望能打超过1万发 远超过目前北约盟国产量 俄军则估计每天设约4万发 火力远不及俄罗斯的乌军 击除妙招 用假武器假防空系统 来诱骗俄军攻击 美国牵引式榴弹炮 一组要200万到400万美元 假的成本只要1000美元 由排水管制成 重点是只要假的被击中 代表真的武器躲过攻击 且让俄军耗费时间金钱和精力 不过光创意不足以应付 已经打了569天的巫战 乌克兰盟友卯足全力 生产武器弹药 生产战车和自走炮的 德国军火商表示 现在产能已是 屋战前的六倍多 但仍不足以消化 数十亿美元的积压订单 军火库同样迅速消耗的俄罗斯 则转向同样遭孤立的北韩囚员 总统普京在远东地区 会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后 接着让金正恩前往遭西方制裁的 战斗机工厂参观 看苏凯57逆总战机生产设施 和苏凯35飞行 东西合纵联合 让乌克兰局势更加复杂 周四俄罗斯宣布 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 指他们跟勾结外国势力的 俄罗斯人合作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则警告 美国东正教会成员 俄罗斯可能利用教会招募情报人员 而拜登政府也在对 150多家外国企业和个人 寄出制裁 指控他们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 支持莫斯科对护战争 提示问综合报道 常常也是国际焦点 但来看到是被美国称作为 小火箭人的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和俄罗斯总统普清 在礼拜三的时候 是借由着东方经济论坛 会面之际展开了这个会面 谈了些什么 我们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和俄罗斯总统普清 两个人的会面 就被形容说 这两个人都各自有盘算 看起来金正恩是表现自信的形象 普清也是想要展现男子气概 这些从他们的眼神手势等等 也被做分析了 其实现在也说 金正恩很可能插手俄乌战争 会是一个重要关键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两边可以说各取所需 像是北韩他们拥有炮弹 反坦克导弹 而对俄罗斯来讲 他们有北韩需要的卫星 以及核潜体技术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俄罗斯 他们在弹药的部分 俄乌战争当中消耗非常的大 所以依目前的局势来算 俄国年需200万的炮弹 北韩如果能够帮助的话 对普清来说相当的重要 那当然在这个乌克兰方面 也说他们的反攻是有所斩获的 所以会不会北韩的加入 也可能左右俄乌战争 甚至是影响到东亚的区域和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